欢迎来到敦姑阿都拉曼大学 马来西亚一所教学和研究并众的优秀大学 敦姑阿都拉曼大学 又称拉曼大学 是马来西亚华人工会马华先贤 在1969年成立拉曼学院后 进一步落实的梦想 尤其马华总会长 继第一任拉曼大学理事会主席 敦林良师医生所带领的团队 日以继续的努力 直到第四任首相敦马迪医生正式宣布 拉曼大学于2002年8月13号成立 终于梦想成真 为了表彰敦林良师医生这些年来 对拉曼大学的不懈努力及无私贡献 大学在2017年1月18号 委任他为拉曼大学名誉校长 拉曼大学第一批411名学生 在八大零校区的三所学院里修读八个科系 如今 拉曼大学已是一所综合性大学 共有9所学院 3所研究院和3所中心 提供基础课程 学士 硕士 以及博士学位 自2015年6月开始 大学以两个永久性校区 即金宝校区及双西龙校区进行运作 为了日后的发展 拉曼大学拟定了新的十年计划和新运景 誓言要从一所提供卓越教育 具有社会改革影响力的国际性大学 拉曼大学希望通过 信守普世价值观 坚韧的克服困难 灵敏面对新领域 和秉承担当求卓越这四个使命 使上述愿景得以顺利展开 拉曼大学坚信全人教育 并致力于提供学生 多元化的教育活动 以培育未来社会领导人 学生可通过拉曼大学软技能开发课程 掌握职场技能 并可参与多项课位活动 社区计划 学生交换计划 工作坊以及训练 拉曼大学强调的德智体兼修 群美心并重 是学生和职员全面发展所秉执的核心原则 我们寻求国际和业界合作关系 让本校的职员和学生 得以参与国际学生交换计划 联合研究项目 培训及体验性学习等 目前拉曼大学已经和欧美亚洲等地 多所著名大学与企业有合作关系 以促进彼此的知识共享与交流 拉曼大学校有成就非凡 有者开启了创业之路 有者更涉足跨国公司的各大企业 担任高级职位 他们都拥有良好的职业发展前途 拉曼大学由社会而创立 为社会而贡献 据所深受企业、慈善家 与公众慷慨解囊及赞助的非盈利性大学 拉曼大学对他们的恩惠与鼎力支持 深表感激 社会大众援助拉曼大学 而拉曼大学则通过奖学金和贷学金 回馈给需要经济援助的学生 这一路走来 金融机构、社会团体和基金会 也提供了经济援助给清寒的学生 拉曼大学实至成为一所教学和研究并重的大学 这让本校研究和发展取得非常显著的进展 拉曼大学的研究中心、奖座教授和全球研究网络 都大力地支援着许多国际研究项目 这些研究项目包括 干细胞、癌症、非传染性疾病、中医、建筑环境、 绿化科技、移动通信、太阳能与可循环能源、信息技术安全、网络技术、创意设计和多媒体、社会学、商业和金融、基础科学、农业和中华研究等 拉曼大学现今已是马来西亚广受认可的优质大学 这些年来 国际咨询委员会 工业咨询委员会 校外考委 专业机构及合作伙伴们 全都不遗余力地帮助拉曼大学 成为质量保证及卓越学术成就的大学 拉曼大学的学术人员也不断地精益酬精 在学术领域里赢得了不少认可和殊荣 拉曼大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是把所有巴生谷小区综合在新的双西龙小区 为学生提供了一个主要的活力枢纽 而另一个里程碑 是理系基金和郭氏基金的康态减能 为双西龙小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做出了贡献 为此 大学以他们的荣誉将理工学院及图书馆各别命名为 李光潜理工学院及Maricorp图书馆 迎向未来 在前进的道路上 拉曼大学将与时并进迎接各种挑战 努力实现成为一所卓越教育与研究并重的 国际性大学 在前进的道路上 避免 Stella